我是为家乡发展操碎的新的热解师 我是为家乡发展磨破了嘴的冯教授 最近我们山东的大一哥朱志文外出参加活动 因为带着助理乘坐高铁商务座引发了大量的讨论 好多人指责大一哥飘了忘本了 原型毕露了 开始追求排面阵仗了 开始学会花钱享受了 指责大一哥的声音还有 大一哥用上了智能手机 大一哥花钱购买了厚花别墅 大一哥的儿媳妇带上了很大的钻戒 其中有人还放出了大一哥家的别墅照片 小文字配的有没有一样的 最后一查根本不是人家大一哥的房子 纯属网友虚构 坐了双五座 用智能手机儿媳妇带大钻戒 这些普通人都能享受的生活待遇 到了大一哥的身上就想不通了 说白了这叫意识榜家 也是典型的心态不平和 再说的直白点 那就是见不得别人好 是的 两位家书之前就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大一哥的钱再多 那也是人家自己挣的 商务做也好 头筒仓也好 普通人也能做的 人家大一哥凭什么不能做 人家一不偷二不抢 大一哥成名多年 家境早已不在拮据 不能说多有钱吧 但在农村来说 绝对属于能排上游的 一直一来 有部分网友一直觉得 大一哥的酒居农村不速低调 就是为了维持热度 故意在网友面前伪装的 所以一直有人他不平衡 再加上前不久大一哥的儿子成婚 儿媳妇转行当网红 二十天涨粉二百六十万 一家人的日子过得风风火火 有些人开始酸了 开始觉得大一哥原形毕露了 这有啥原形毕露的 只不过是大一哥的儿媳妇 借公共的名气 长了些粉丝 开了几场直播而已 靠大一哥涨粉赚钱的多了去了 大一哥不还是那个大一哥吗 就算再出名 从内心还是认为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 喜欢种地 喜欢养鸡 喜欢感情 这东西叫新性 也叫品质 哎呀 看到大家对大一哥的质疑 两个家庶突然间以后 不想出名了呢 说的就跟咱俩真能出名一样 差不多 我是为家庆发展操作为了新的赵教授 我是为家庆发展毛泼的嘴巴冯教授 养鸡 给你思考 桑色拥鬼 刚才干净 太平洋 帅 九 四